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菜的田园 现在冬天,市外已经没有蔬菜收成了 想继续吃到有机蔬菜,最快的方法就是水培豌豆苗 12天就有的收成,而且成本很低 每次倒的成本就是8毛钱,不需要泥土的 真是太简单了 但是有些步骤你做的不恰当 豆苗就会长得慢,而且不好 今天老菜就手把手的教你怎样水培豌豆苗 还会提醒你要注意的问题 这包豌豆我是在西洋超市买的 价钱好像1.6左右 又用多少豌豆来育苗呢? 每个人的育苗容器不同 要根据自己需要来决定浸泡豌豆的数量 这包是900克的 我大约用了一半 看看,这些豆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不过里面会有一些不好的弯道 我们又把它挑选出来 你可以在洗之前挑选 也可以在洗的过程中或者洗后挑选 我喜欢先加水 看看那些浮上来的 也就是质量不好的就把它们选出来 这是我的第一次筛选 接着我就把它们洗几次 再用清水这样泡两天 这是浸泡一天后的 膨胀了一点 浸泡期间我还会每天早晚各换一次水 以免弯道缺氧 或者水变臭 记得要换水 今天浸泡的是第2天 我把弯道倒出来 再用水龙头冲洗一下 然后倒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 准备第2次筛选 因为浸泡号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哪些不好的 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看过每颗豌豆 有没有变坏的就把它们挑选出来 这个地毯式的筛选会选择更多不好的豌豆来的 不然的话会影响其他好的豌豆生长 有冻的也不放过 还有那些浸泡号依然很小的我也不要 这些就是挑选后留下的 接着来看看我要预免的篮子 是一个28乘以 43长的漏水篮子 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 也可以用其他 我家就只有这些 我就地取材 用的是超市装挂食材的盘子 自己用螺丝刀打孔 既省钱又好用 最后是这样的 我今天就用这两种不同的容器来预弯道苗 到最后确实有很大的区别的 只要你看到最后就知道了 接着我在上面铺上一张厨房纸 然后倒进浸泡好的弯道 这张厨房纸呢你可以先把它弄湿 再铺上弯道 如果现在不弄湿也可以 因为我还会把它跟弯道一起撒水的 接着我就把弯道铺开来 尽量利用所有的空间把它们铺平 但是不要重叠在一起 如果发现有多出来的 可以拿出来一些 我会保证每一颗弯道都放好 不重叠 铺完后呢是这样的 看看 每颗弯道摆得整整齐齐 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 不过后面还要挑选的 看下去就知道了 拉近镜头呢看看 有些弯道经过浸泡后已经出现一点点的白色芽 这样子我就在上面再铺上一层 瓷房纸 目的是为了很好的保湿 铺好之后就在上面撒水 一定要把它们淋透 这样上面和底下的瓷房纸呢 还有弯道就会湿透了 再准备一个不漏水的盘子 我这个篮子呢就放上去 如果有水漏进盘里还可以保持水分 起到保湿的作用 接着就盖上一块黑色的布 目的是为了避光 前期呢是要避光的 这样呢有利于弯道的根和金粗状 我用同样的方法在小盆也准备培育一份 因为这些是刚才多出来的 所以不多 摆上去就有点稀疏了 我就当做做实验吧 看看最后的区别怎样 撒水后盖上黑布就完成了 过了一天来看看 弯道苗变得怎样呢 已经出现白色的芽了 出芽率还是挺高的 不过也有些没有出芽 我又把它们挑选出来 我担心它们是不好的 不想它们在里面 烂掉影响其他好的 这个好的已经长出了这么长的芽 你猜猜它将会是苗还是根呢 再来看看这个小盆的 也有些没出芽 要把它们挑选出来 很明显的看到弯道的外壳要脱掉了 记得每天早晚各洒水一次 你可以像我这样洒水 或者用喷壶撒也可以 又过了一天 就是第2天了 那些白色的芽 怎么样呢 又长长了很多看看 同时呢我还要观察 看哪些不出苗的 又把它挑选出来 这些是不出芽的 出芽的已经这么长了 第5天 我们来看看它的变化 看到了吗 它的顶部出现黄黄的 可能又长叶子了 我拿出一棵近距离的给你看看 是不是有点惊讶了 原来它的根和苗都是从一个口长出来的 有黄芽的是要长苗的 白色尖尖的是根 我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真的太奇妙了 看到它们是这样 快要长出叶子时 就开始不用闭光了 而且最好放到有阳光的地方 例如窗边 再看看小盘的 也长得差不多 第6天 经过一天的光照 黄色的芽呢 也渐渐的变得有点绿 你可以用喷壶早晚适当的给它们结实 第7天 看见豌豆苗变绿了些 那些根呢也长得更多更密 铺满了整个篮子 再看看底部 根都长出来了 它们长到底下还可以很好的吸收水分 保持湿润 第9天 又过了两天 这些更明显的看见 豌豆苗准备又长出尊业来了 小盘的也长起来了 好像没有大盘的高 第10天 豌豆苗长得更高更茂盛了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采收了 不过我想再让它长长 我还是用水龙头撒一些水 因为它现在长大了 需要更多的水分 多余的水呢会顺着根流掉 小盘的也是一样 第12天了 今天是采收的日子 采收前再来看看是 脆粒焦嫩的豌豆苗 哇 已经高过篮子了 采收时呢我就用剪刀来剪 记得不要剪到根部 要留下最下面的小芽 看看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小芽呢 还可以再长出新的豌豆苗 可以收三长呢 在采收期间呢提醒一下大家 豌豆苗的生长温度一般是在20-23度之间最好 温度过低呢就不容易出芽 过高就容易长菌 烂芽 剪到最后呢才发现没有量一下它的高度 幸好还来得及 原来有18厘米高 再来看看小盘的 只有12厘米高 没有大盘的好 通过对比之后呢 我总结了两点让大家也注意一下 第一点呢就是 因为小盘打的孔呢不够大 而且不多 所以呢根部没法生长到底部 结果在上面挤堆起来 就难以吸收水分了 希望大家最好找 孔大或者多孔的容器 第二点就是我放的豌豆不多 结果 长出来的苗也显得很少 不够吃 幸好我还有个大盘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 还是挺多的 一篮子足够一家人吃了 这是前后留下的 还会长第2茶或第3茶 请看一下 它的芽点还是绿色的 日后还会从那里再长出新苗来 也是按照之前的方法早晚浇水 现在我们就用松花的豌豆苗来炒个菜 油揭入后放入蒜头 爆香之后呢揭入猪肉片 把猪肉片炒熟 我们就可以放豌豆苗了 不用加水的就直接炒熟 最后就加入调味料 是不是很简单呢 现在就可以上碟了 看 是多么鲜嫩美味 这豌豆苗呢还是挺有营养的 它含有钙质 维生素C 和胡萝卜素 第2天号第2茶的豌豆苗 又开始生长了 这么简单快速的水培豌豆苗 赶快弄起来吧 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